大家好,我是河马富美马亭 今天一大早又来到牧场 轮球库卡门卡这个城市 帮客户拿钥匙收房了 这是牧场这道投资盘 从验房、收房 到后续出租管理系列视频的第三集 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集视频是两周前 我们来到牧场这个城市 来帮客户做第一次的Works Loop 就是验房 第二集视频是上周 我们来做Final Works Loop 就是最终的验房 并且请了窗帘师傅来量窗帘尺寸 我也带了专业相机来拍摄 整个房屋的 用广角相机拍了房屋的照片 可以用于上线出租 今天正式拿钥匙 大家看到我身旁 这个导台上面一大堆的文件和设备 我把镜头先上过来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好 我把镜头先上过来了 我们先再来看看这套房子的内部 再来回顾一下 早上过来的采光也是非常好 拿钥匙之后这套房子就正式属于我的客户了 那上次屋检就是FinalWorks Loop 看到了一些小问题也已经全部修复了 比如这个灯 上次还没有完全修复 今天除了拿钥匙之外 我们还约了Home Depot和Best Buy 分别来送三件电器 洗衣机 冰箱烘干机 那这是建商提供的一大堆的设备 还有签了一些文件 还有送了一个礼品 我们看到这个蓝色Tiffney盒子就是一个交房的礼品 我还没打开 这是钥匙 有两个车库门钥匙 还有三把信箱钥匙和四把防门钥匙 然后这前面的这些都是Smart Home的设备 这里有一个拖线板 然后三个WiFi信号放大器 因为这是一个三层的别墅 所以建商送了三个WiFi信号放大器 每一层可以放一个 然后这是一个八口的一个路由器 然后这是亚马逊的Echo 亚马逊的就是智能家居的一个声控的管理设备 还有一个Lin就是智能门铃 然后我刚签了拿钥匙的文件 那确认了拿到这些钥匙 然后之后还要帮客户去约 Smart Home上门来安装这些设备 以及让我们团队助理帮客户去开通水电器 当然这张房子是整体粘租出去的 不带家具 那水电器这张纸可以留给后续租客 让他自己开通 好 看完建商提供的设备和文件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从家里带过来的帮屋主出租 需要准备的东西 那三张纸是打印出来的贴在门上 那这个是建议所有看房客户要拖鞋 因为二楼是地毯 这个是建议所有客户要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 戴好口罩 那这个是有屋主的免责声明 同样也是要求客户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这是三样 另外一个是透明胶用于贴这些纸 第二个洗手液 第三个是combo lock 我会把钥匙留一把在这个密码锁里面 看房的客户可以自己DIY看房 很方便 好 视频最后我会拍摄一下 今天Home Depot和Best Buy 送电器冰箱洗衣机烘干机 这三件电器的花絮 好 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全部装好了 测试工作份程 今天工作结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